介绍一下他们的专案 感谢您的名字 感谢您的名字 真的很高兴再度来到这个地方 来分享我们赛德克组的维基百科社群的部分 那我们的题目就是赛德克组维基百科知识 那个知是知部的知 那因为Dominion是我们知部的知 所以这个知我们也用到很多 比如说要建构我们的知识体系 也是用这个知就是会有那个架构 架构是用这个知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男性女性 都有边知这两个边跟知 那这知的部分就是跟女性比较相关的 那我们右下方这边是我们的 在某一次的那个我们的工作坊的时候拍摄的照片 那这里面也有我们教育部的 还有我们在座的政大的配真 也在这个图片里面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地的赛德克组的羽推组织 那从羽推组织里面就可以扩展出去 那左上方呢 左上方呢 我们其实我们有3S4T 3S4T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有三种说法自己的族名 那T呢就是用后面的语言别了 我们有四种的语言别 那有像我们今天在场的 除了我跟Wallis在这里之外呢 另外还有一个Maruta 她也是我们的主意老师 她也很乐意要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三个人来到会场来 那另外三个羽群 一个是都淘塞的 都打的部分是在花莲 那另外三个呢全部都是南投 南投就是我们的主居地嘛 我们主居地主要的赛德克组的那个 原来的主居地 那所以我们会讲说3S4T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讲一下 左下方这边是我们的logo的部分 也是今年因为要成立了社群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logo的产生 那我们今天emblengal 就是我们要说的部分呢 就是Lituktemu是我的主语名字 Lituktemu 那我因为前面是由我先担任造极人 所以前面的基础的部分呢就是由我 那个Hakal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桥 那个桥这个概念呢其实很多的意涵 我们会讲楼梯 我们以前的传统屋 我们传统屋是半血居嘛 那半血居呢我们要一定是有一个Hakal 有点像那个阶梯 然后才会到我们半血居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在世的跟已经离开的族人 他们有一个族人呢他们的那个灵界另外一个地方 也是透过这个我们叫做彩虹桥 叫彩虹桥 所以我们对这个桥的概念呢 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是有很多的意涵在里头 所以我是前面部分 然后要把这个 透过这个桥给我们年轻的 Wallis在我旁边 这位是我们现在的造极人 毕竟我们很多工作呢就是 希望有那个传承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那个桥也是有传承的意思 好 那等一下呢我会很快的去讲 这个前面因为在这里呢 可能有一点再重复讲上次讲的内容 因为真的是有点忙碌 很忙 所以会用加剪很快的 然后呢增加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这个条目这部分呢是过去 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就是危机这个部分 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条目嘛 那佩真那边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忙 我们今天才会走到今天这样 让我们的语言 塞德克语言呢能够在国际被看见 然后呢因为在国际看见 回过头来又让自己族人觉得说 我们的语言好了不起哦 那我们南岛语言里面 第32个嘛 然后在台湾原住民语言里面呢 我们也算是第二批的进入到危机百科 所以也掀起了一股的我们自己族人 对自己语言的一个重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我带着大家在走的嘛 所以会在讲说我们主义写手这个历程 要成立这些写手们 还有编辑手真的是很辛苦的 都有很多的贵人在协助我们 所以我今天到我要讲的部分是 注意要永续这部分 那后面呢就是我们的Wallis 接着召集人会继续去报告我们这半年来 我们在危机百科这部分 我们做了什么这样 好 那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语言灭了我们民主就灭亡了 好 那一样的在危机百科里面就是说 我们的语言没有继续在写的时候呢 就会被下架 一样的那个概念 所以郑大荣毅教授就领袖策掌跟我们讲 你们的语言没有继续在那个平台上面 你们没有在写的话呢 你们可能会被下架 其实我们就很担心 我们好不容易已经提到这个国际的语言了 那我们当然不能让他这样 就又在我们的手上又被忘记了 所以我们会特别提到说 那语言真的没有的时候 我们这舌舌就没有了 所以在我的佛拉经 咖喱这个前沿这边 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心声 也是一直放在我们内心的一句话 那早期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几乎都是年纪大的人在写文章 那这里面呢 我们有三个语群 这两位呢 是 都是德拉雅德 这个是多达德 多达 他自己从圆明会的副主委 这样子退下来以后呢 继续终身学习 他没有忘记 我觉得说 我还要继续 因为过去我可能是在主流社会里面 做这样子的一个 我的生涯规划 但是我退休之后呢 我觉得我还要继续在我的语言里面 再做一些奉献 然后把自己的语言找回来 那 当时我是担任这个 因为在学校嘛 那学校里面刚好也在推动那个 我们的本 那时候叫乡土语言 90学年度开始呢 在国小就是把我们的本土语言 是列入正式课程 那 那 现在是已经 108的时候呢 就是 12年国教的时候呢 也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把国中高中的那个 语言学习 也被重视 变成是国家的政策 所以高中就是这个学年开始 也是变成是 每一位原住民 本土语言 都要修两个学分 好 每一个高中毕业的 就是要修到两个学分的那个 本土语言 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自己在教育现场 那我觉得说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后 就 一直到现在 足以这一块 就很努力的在执行 那这条目部分大家都在场的 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会去找那个条目啊 那我们在翻译那个 《优良条目》的时候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 国中的英文老师帮我们翻译 什么是《优良条目》 他可能在找 找一些文献或什么 他说 我不太了解什么叫做《优良条目》 后来我们跟他解释之后呢 就知道是我们这个 我们是在建制这个 有一个主题 我们按照这个主题去写它的一些定义啦 跟我们文化相关的东西这样子 那刚开始我们也是迷失了 跑了 也走错了路 那佩甄一直把我们拉回来 一直把我们拉回 这个过程当中 大概有好几年 然后呢 因为找不到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曾经停顿过 停顿过 但是政大呢 不放弃我们 然后觉得说 你们赛德克组是一直是这个 打组织战的 所以你们可以 一定是可以 让你的语言呢 在国际被看见 那时候呢 这是佩甄帮我们整理出来 人事 食 地 物 民属植物啊 主题啦 一般动物啊 地理啊 这些机关团体 这个都是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 这样子 那我们也是有很努力 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在文字化的过程当中呢 真的要把我们的语言 我们已经习惯讲华语嘛 那华语要写很快 但是我要转成族语的时候 真的会伤脑 会烧脑 但是呢 这样子几年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华语的时候 会很快的去转换 那个语言会去很快去转换成我们的主语 这是我觉得自己本身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那这也是佩甄当初给我们的 比如说几个春季啊 你要先讲他的定义是什么啊 然后呢 这个春季的季后 他春天的工作 然后跟你们族群 这个春天跟你们族群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 那这个会有跟我们种小米啊 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 文化知识呢把它写出来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有我们的另外一个族人 他是去写那个祭司姑 祭司姑 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这是他的那个 这是他的条目嘛 他去把它写 写起来 那时候我们写的时候是族语加华语 族语加华语 那但是后来呢我们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的都是华语 族语嘛 那因为刚开始写这些东西 所以这应该是创的 创的一个词条 那这是 再来呢就是 这是我写的部分 我们是讲的真正的狗 这个跟我们的文化绝对相关 以前上山打猎的时候啊 就是要 我们有一种方式就是pulling pulling就是带着一群狗跟着它上山打猎 所以这个很 对跟我们的 跟我们尤其是男性的那个要上山打猎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文化 有文化知识 真正的狗 所以我们有很多词汇里面会用到芭蕾 我们有赛德克芭蕾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嘛 那我们也是一样 比较是传统的 就是比较在地的东西 我们后面都会加一个芭蕾这样子 再来就是 这是完全族语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是有配合到教育部的本土教育的部分 因为当时呢 我们社会领域啊 那个我们社会领域的应该是五年级 就整理了我们整个南头县十三个乡镇 那个绿火点 跟国际的那个环保教育啊 比较相关的 那它叫做绿火点 然后他们会把一些地方 值得让人家可以 不是很知名 像清静啊 或者十字乐坛 这个我们就没有再写了 我们主要去写一些 比较在我们的地方上 也有很多人会想去那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条目 那也配合我们社会领域 它写那个李济准马场 就在我们南头县 就普里正上而已 就社会领域的人就写好了那个文字 这边下面这个是华语的部分 那我们赛德克族就利用本土教育部的本土教育呢 就把它翻译 这德格大亚 郭明正老师已经离开了 那这我们把它翻成这样 那翻了以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本土教育里面 我们还是要有主语这个文字里面的那个 我们的文字方面这样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里面的一些单字啊 会拿出来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新创词 我们会拿出来 特别在下面这一个做一个缩文节字 这是另外一种词条的建立的方式 那就下面这个 我们的绿火南头 然后这个是仁爱乡的 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 我们把仁爱乡里面的一些绿火点 都把它翻译出来 也可以作为我们赛德克族 那时候我们的翻译的文章很少 人家考主语认证啊 中高级啊高级 他们都一直苦于说 我们没有文章可以去看 那我们南头县的本土员指导员呢 刚好透过教育部的这个计划呢 我们把这一些文章翻起来 那当然会发生了一些问题 就是新创词的部分 会有 我们也开始接触到新创词的问题 那后来 在正大圆明中心那边 佩真也在场 真的是很不厌其烦 从2015年到2017年 他们就推了这个 足语写作工作方 那时候我们也开始在做翻译的工作 这个是最早 佩真那边给我们的一个 工作方的一个 开始去做翻译工作 那也是都会一直来南头 一直跟我们说明 那时候我在清静国小 在清静国小 然后在埔里 然后我们利用埔里的一些餐点方 就是餐厅 也透过一些我们自己的人脉 我们卧在那里 从早上八点卧到下午五点这样 他都很乐意给我们提供场地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雨推组织 我们现在有雨推组织 就是这个场地以后呢 我们就没有再担心我们聚会的场所了 好 再来就是有雨推组织之后呢 我们就有空间了 好 我们随时要聚会都可以 那时候呢 就有瓦里萨 就开始担任我们的召集人 那这个有加入到多达的瓦丹寺 还有多达的阿维奈威 然后德拉雅的 这里我们就有这个议员组织 就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那我们会在语言推动组织里面 我们有把它列入我们的计划 但是一年里面就十万块 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这十万块的钱 我们有做了好几次的共识会议 像这里是我们有一年的共识会议 第一次第二次到第十次 我们那时候呢就只有来参加的 因为我们都是下班以后来嘛 所以来了就会肚子饿啊 所以我们最多我们说我们只能给你便当 他们其实也都蛮乐意 所以参加的人数都在这个地方 那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雨推办公室 那再来也有利用那个本土教育的经费 我们在普里国校 只有这个地方是到普里国校去 办这个演习多少钱 好 再来呢就是 这是我们年轻的 是塞的德鲁古语的年轻的 我们就开始 好 就是开始就 就是有年轻的人一起来加入 那这是多达德 多达德里面有一个汉人 他也都很乐意来齐劳在这里 然后再来德格达亚的部分呢 也有这个有写手跟编辑的青年 也在这个里头 好 那过长当中 因为我们的那个进度一直都很缓慢 所以呢 郑大佑再一次下来 那时候我刚好在晋南大学 担任这个主语必修的课程的讲师 所以呢 我就说好 那你就到晋南大学来 来对我们的学生说明一下好了 所以那时候呢 季大佑 又到我们南投来 这边当然有佩真 然后那个潘宣 因为他是在地人 在地人 所以他就跟我的学生 修那二十学分班 赛德克组的 再做一次一个说明 这是那个基达的教室 然后呢 又晚上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有的没有修的 就利用晚上的时间 又来我们的雨推办公室 继续那一天 就是在做这个说明的部分 好 那我们后来就有疫情了嘛 然后呢 我们很多族人 也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所以我们实体跟视讯会议呢 就会并用 都会 有的不能来的 就可以用那个视讯会议 那有的在那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聚会 那我们就用那个视讯会议这样 好 那这里最后一个是主语要永续 主要永续 那就是要文字化 那我们会讲 但是有没有办法很快的 把我们的语言把它转化成文字 好 那我们就也是一样 会有一些词会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拿来做讨论 有期老不但会用电脑的 我们年轻的下来帮助他 这个是在主语要永续 我们做了一些配套措施 那主语要永续呢 我们有很多我们 我们语言上的一些小小的差异 但是这小小的差异 也是会影响很大 所以在心词的实用方面 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做 有一个取得共识 那所以在主语书写部分 我们自己在S4T的部分 遇到的困难 没有整理出来 然后彼此互相认识 然后就知道说 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哪一个语群的语言 好 那最后一句就是 不活跃就会下架 所以必须要更认真跟坚持 坚忍不拔 塞德克语才不会在世上消失 这是我前面这个部分的乔座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Wallis这里的报告 好 刚刚秘书长给我提示 好像只剩下三分钟 尽快吧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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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主 其实主要要讲的呢 就是 计划来源 然后还有我们的团队 以及我们现在做了哪些事情 好 那我们目前呢 所做的 计划 主要有两个 但是其实 雨腿组织也有一些些 的协助 那目前我身边做的是 主要这两个 一个是教育部的 另外一个是美国的 维基百科基金会的 这个快速补助金 好 那 其实刚刚校长也讲了 关于我们赛德克组的 那个组织 我们赛德克组的组织 真的是非常的 健壮 所以 我们就可以先认识一下 我们维基百科的成员 那我们目前的 主要翻译的师资 其实 全部加起来 大概有二十几个 然后再 加上我们的年轻 年轻的编辑手 其实也有十来个 就是很稳定在 在维基百科平台上面做编辑的 年轻人有十来一个 那 目前的这个 我们所做的这些计划呢 这两个计划其实是相互在 互相扶持的 包括我们雨推组织的这个计划 也都是一起在做 那我们的计划主要的 目标呢就是 这一次主要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到 部落去寻找奇老 然后去做反弹 然后把他们反弹的资料呢 放到维基百科平台上面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些影片 我们需要做逐字稿 然后 然后再把它放在 维基百科平台上面 其实 我们目前 就像是阿美族 跟我们 其实也都反弹好了 可是我们现在有碰到一个状况就是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放上去 那目前其实我们也是在 很努力地在寻求这一方面的协助 就是要教导我们说 要怎么把这个影片 把它放到那个维基百科平台上面 来供给大家做参考 跟阅读这样 好 那维基百科基金会呢 我们现在 也完成所有的工作了 那组织稿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作 因为 都是一两个小时的访谈 所以在组织稿 组织稿上面 其实我们的老师都很耗神 可是还好 就是有那么一两个老师 对于组织稿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即便现在已经完成了 可是他们还是会一直追着我说 哇里斯你们还有没有影片可以让我组织稿 我说你们先储备一下力量 之后还有很多这样 好 这个其实是主要我们要做的 今年 这半年的计划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到部落去采访老人家 做影片的采集 然后放在维基百科平台上面 那我们维基百科的这个团队 其实阵容很坚强 我们有大的群组 然后我们四个方言别 也都有各个小的群组 以及我们编辑的团队 那之后呢 因为有维基百科基金会的这个快速补助金 我们又增加了设计组 因为我们会到外面做可能报告啊 或者是分享之类的 那我们会制作那个海报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人才来 协助我们做海报的排版跟设计 再来就是竹字稿组 就是刚刚我所讲的 好 这个是目前我们每个月的工作坊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一次的工作坊 但是因为大家都住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采采氏菌的方式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讨论说 因为疫情已经过了 我们可以回复到之前一开始的 那个实体的这个工作坊 好 那这个应该就不用再讲了 目前我们台湾的 对 就不用再讲了 目前有五个 好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快速补助金 我们做了哪些事呢 就是logo的增稿 那我们目前也有做logo 你们看一下你们的 应该是你们的左下角 那个是我们的logo 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 专业的这个叫做讲座 那讲座呢 我们有平台操作的教学 跟自媒体的那个分享教学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logo的得到那个特优的人 再来呢 就是我们到部落采访这个影片的一些记录 我们还到花莲 然后也有到我们赛德克组 各个方言群的这个部落去做采访 好 好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采访 记录的一些组织稿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进度 那目前都完成了啦 好 那最后最后呢 可能要请大家麻烦 来扫一下这个 我们的那个粉丝专业 来认识一下我们目前赛德克组 维基百科社群所做的事情 以上 谢谢 麻烦那么罢了 好 谢谢 有要提问的吗 好像大家肚子饿了 想必这时候问题都是最少的 没有啦 因为 因为等一下就是用餐的时间 所以大家其实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跟今天讲的交流 如果觉得已有未经的话 那也宣传一下 在同一栋楼层的这个509教室 就是你们搭电梯上来的话 出来的碰到第一间 那边有 台湾危机本身的摊位 欢迎他 过去观光 包括今天有很多的案子都有 在那边有贴纸啊 或是明信片可以免费的索取 跟做一下宣传 然后最后再广告一下 下午我们还有很精彩的议程 包括有一场来讲这个 台语中又要出现了 然后还有 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进行这个 台湾的语言峰会 就讨论一下未来 这么多种台湾的本土语言 在危机里面该如何 永续的 就是更亲密的合作 那也欢迎今天早上这个 各组的代表 都可以到 都可以来参与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未来的合作方向 OK 那今天谢谢大家 我们上午这个 开放知识与多元价值的一程 就先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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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